準行政院長卓榮泰昨天就宣布了 延攬崇岳集團董事長郭志輝來出任經濟部長 對此立委王鴻威就批評了 他說眾所皆知這個郭志輝 他不但是違反證交法判緩刑 他的律師還是顧力雄 而且之前國際媒體彭博社也點名了 當他在位的時候 崇岳就是協助中國華為成立晶圓廠的台灣廠商 王鴻威就批評了 提出這種人事案賴清德 你是事人不明還是別有用心 王鴻威指出崇岳科技涉嫌在94年年底 和新加坡外商協商出售晶圓廠案 而收取款項大約500萬美金之後 不但沒有履約還違反了相關的會計規定 而這個案子最後郭志輝等人是涉嫌違反證交法 一審判決有罪宣告緩刑 而上訴二審也判緩刑 而且沒有再上訴 仙然是罪證確鑿 這能看嗎 王鴻威就碰批 不只如此 去年10月彭博社就報導 台灣崇岳漢堂等四個科技公司 協助華為設立晶圓廠 而這群人當中就包含了 台灣晶片材料經銷商 崇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當時台南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教授 李中憲就表示 這些在台灣企業協助下建造的工廠所生產的晶片 最終可能會用於中國瞄準台灣的飛彈 如果總統蔡英文政府不加強 對台灣企業支持華為的控管 那麼政府就沒有認真看待台灣國防 不過去年10月彭博報導的時候 崇岳集團就發出聲明表示 集團並沒有提供半導體材料 或者是設備給予新維 只是進行環保工程方面的合作 針對郭志威違法一事 準行政院發言人陳士凱也有作出回應 他說該案是2007年的商務糾紛 崇岳已經主動更正 另外崇岳公司也有多次說明 蘇州崇岳僅為承包廢水處理工程業務 並非協助中國建立晶元廠 針對郭志威違法一事 準行政院發言人陳士凱 作出了回應 指出說這一案其實是2007年的商務糾紛 崇岳公司已經有主動更正了 另外也指出蘇州崇岳是承包廢水處理工程的業務 並非協助中國協力晶元廠 近週刊調查在3月間 全台灣大家都在關注凱凱虐童案的時候 這個時候國民黨有一名大咖 我們給他叫做S好了 這個S他居然是在他的自家豪宅 對他出生 企業望族的妻子P 還有他未成年的兒子是惡言相向 甚至是出言羞辱 還一度要把手機砸向兒子 而當時不堪精神 還有這些肢體暴力的他的老婆P 當然就是向這個請豪宅的保全來通報家暴中心 也讓這整起案子在社福機構裡面就傳開了 不過其實S的家暴歷史還不止這一樁 他過去常常對妻兒進行言語的暴力 也曾經留下通報紀錄 接近折磨的P其實一度是想要離婚解脫 但是為了顧全雙方的民生跟事業 一直吞人到現在 一歲男童凱凱遭保姆涅死案日前震驚社會 政界各黨也紛紛出面譴責 但近日竟傳出 國民黨某大佬居然在當時假暴妻兒 根據《金周刊》報導 一名出生政治家族的藍營藥角S 在凱凱案爆發期間 不僅對出生企業望族的妻子P 和未成年的兒子耳言相向 甚至還要拿手機砸孩子 言語精神暴力讓妻兒受不了 哭著請豪宅保全通報家暴 儘管消息在政府機關內傳開 不過為了保護未成年 也礙於政治壓力 知情的人都被嚇了封口令 但S的家暴行為早已不是第一次 根據《金周刊》報導 S結婚之後就多次對妻兒言語家暴 逼得妻子P多次通報 但為了顧全雙方家族顏面 民生及事業 P只能隱忍 並私下和友人哭訴 快要待不下去 S的兒子更向社工表示 因為爸爸的政治身份 在學校被同學歧視嘲笑 回家還要被爸爸凶 雖然S婚前花邊新聞不斷 但當年與P結婚 盛大舉辦婚禮後 也常一同出席公益活動 在中人眼中 令人稱憲的神仙眷屬 私底下S竟傳出家暴 讓妻兒備受煎熬 針對國民黨大咖傳出是家暴冠犯儀式 台北市長蔣萬安今天出席活動時 也有作出回應 他說只要接獲通報 北市第一時間一定會立即處理 任何家庭暴力凡是案件 都是保密案件 所以在這邊我也要特別忽勇 對於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都絕不允許 不管是肢體言語心理精神 甚至經濟上的暴力 我想我們都絕對依法 依規定依照現有完整的機制 來運作 依照程序 只要監獲通報 一定第一時間即刻的介入來處理 任何家庭暴力凡 只要屬於RTN的部分 我們一定會即刻 專業的評估介入 並且開案 家庭暴力凡當中屬於成人的部分 我想我們會第一時間進行評估 主要只要是屬於高危險的案件 我們家庭中心都會召開高危會議 如果經過評估是非高危險的案件 即便如此 我們還是會經過專業的評估 並且納入當事人的意願 作為一個評估的參考 但即便最後非高危案件 專業評估後認為不堪 我們還是會提供相關的協助資源 以及相關的資訊 當當事人有任何需求 第一時間來通知 我們一定即刻的介入來協助 另外國民黨文傳會主委 李彥秀 今天上午也有發聲回應 他說國民黨上下 對於家暴都是零容忍 李彥秀表示 從報導內容中無從判斷 當事人是誰 但是國民黨上下 對於家暴都是零容忍 現在更應該保護受家暴 未成年子女個人資料以及隱私 李彥秀強調 從報導看來 社福單位已經介入處理 就應該依照相關法規進行辦理 以受暴家人的安全為第一優先 也希望外界不要有過多的揣測 和影射 避免對於受家暴當事人 以及未成年子女 造成二次傷害 這名國民黨大咖的老婆 人前是笑容滿面 但是私下卻是滿滿的委屈 他說他早就想離婚了 但是他沒有辦法離 隱忍家暴的原因 現在也已經曝光 親近藍營大咖老婆的友人透露 因為老婆和兒子 常常遭受藍營大咖的言語暴力 早就不堪其擾 老婆私底下更不會言 要不是礙於藍營大咖 和自己的名門身份 媒體輿論 並且避免孩子遭受異樣眼光 他早就想離婚了 而藍營大咖是家暴慣犯 老婆忍不住多次向家暴中心 以及在地警方通報 根據藍營大咖遭到多次通報家暴的記錄 他的未成年兒子曾經唯唯道出 自己遭受言語還有精神暴力的心境 根據轉述 藍營大咖經常辱罵他 常常把氣出在孩子身上 也會對他標罵三字經 兒子委屈地說 因為爸爸的身份 我常常在學校背校壓力已經很大 但回到家卻還要經常被爸爸罵 他內外都遭受到很大的壓力 讓知情者聽了都感到心疼 接著轉換焦點 實況主統神當初因為評論這個黃紫椒的 MeToo事件而引發了一些言論爭議 那他之前曾經因為不滿 這個民進黨發言人吳針評論說 他是毛骨悚然等等這些話 兩個人曾經透過直播來舌戰 不過呢 他們兩個今天是首度的 在資深媒體人周瑜寇的節目當中同框 那經過一個小時的討論溝通之後 兩個人最後呢 是在直播間握手言和了 那同框呢 他會後受訪的時候 也說兩個人是一笑明恩仇 沒那麼嚴重啦 好 這是真心的 我已經瘦了六公斤了 你看他 他說他瘦了六公斤了 他現在還一百多公斤 因為這件事情 你幾公斤現在 六五 你是我體重了快三倍 二點五倍 會再更瘦我覺得我會再更瘦 真的嗎 壓力很大壓力很大 窮量沒飯吃啊 沒有啦 沒有啦不是啦壓力啦壓力啦 沒有窮啦壓力壓力也很大 一笑明恩仇啦 也一笑明恩仇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應該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對 所以也不需要希望吳征跟你道歉這樣 沒有我剛剛是說 因為我那個時候跟他通話的時候 我是說我希望你跟我道歉 可是就是其實道歉有很多種方法嘛 對啊 像剛剛吳征也有講到 他就是說 我們兩個的本意都不是要這個 不是要作對廝殺 對啦 其實我覺得能夠澄清到這裡就很棒了 因為其實他不是針對我 我也不是針對他 對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這個廠商那個案子被 被那個移掉的時候 我是真的有點怒火攻心啊 所以我那時候想要找他討個說法啦 其實我們今天討論完之後 其實也沒有討個說法 就是反正 因為那個話也是我自己講的嘛對不對 講話自己講出來了 那就那就只能自己認了 對啊 雖然說我認為有被鄧章取義的情況 可是畢竟還是自己講出來 所以還是只能認 對